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现在这段已经要结束了 世尊为莫及所思法使两大天主 在无形法阴,各个不阴,亦备不阴。 那么这个无形法阴,这是阴是温定不变的意思吗? 无形法就是无形无变的意思 所以这个生别法,无形无变 我们把眼睛看的,无形无变,这个叫做熟体 射熟体,看起来是有的 你看,你会说无形无变,这东西就有生变 人有生变,东西有生主法一说 这个是射熟法,是有的 所以我们给学会的人,我们不可以说无变 这真真正有,这个桌子有做的,这个叫做生 这个桌子有一天会判的,这个叫做别 但是离开因缘法,那么就无生别 所以这个熟体和空体一定要分裂成色 生别法为熟体,真如世尚为真体 那么这个一定要,因为这个法律 这个叫做你若是明别,生别法,跟无生别的法 真如世尚无生别的法 这样你就知道这个分别的就出来了 世间法有生别,这个是坚定 但是出世法来说世间法 所以世间法没有生别 因为世间的一切法,它是真如世尚 看起来是有,但是仅仅有,真实是没有 所以这个是真如世尚为真体 所以这个真如世尚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无生法 是无生无别的基本真理 所以叫做无生法 但是今天这个,如果在底真地正无生法 底真地哦 底到真地非,就是已经开悟空非 所以有开悟开悟开悟空非,那叫做正无生法 那就是特地了解这个 一切法本来没在家,没变法 吼,我们头前那里就有说过了 说到什么 非联看到两个出家人 在那里,说是反动 是反动还是反动 但不要紧到暗,我们那里这么大条,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 他如果是已经正无生法了 他两个哪里都要紧 注意,买钱 所以他就特地了解 主法不懂 是他两个心就懂的 所以辅连说人才心懂嘛 所以如果是今天正无生法的人 这个叫做无生法阴 因为这个无生法本来不懂 这个人叫做不懂 开悟无生法阴 见到位 开悟无生法阴 的人 这个中心 那个阴就是有什么叫做坚固不懂 那真真真是这样 那如果不开悟 不懂做开悟 那心有什么都很懂 所以更加一个阴是 阴就是坚固不懂,无生法本来不懂 但是开悟的人心有什么不懂 坚固不懂 这个叫做坚固的 这个是粗地菩萨 所以这个就是粗地菩萨 到八九地菩萨所有的角性 这个不是一般的体会理解 这真真真是这样叫做角性 所以台地道论七十三 他说这样 无生阴痴 乃至世美法不可得 何方大是命无生 这处无生法 不走不去主业行 是命无生法阴 对无生法阴的菩萨 是命阿比伯地 好,来,这要怎么说 这个无生法 无生阴 开悟无生阴的人 开悟无生阴的菩萨 就是这种开悟无生法阴的菩萨 那些细菩萨的菩萨 就知道说 一细菩萨 就了解 主法本来不是贴到不贴的 要记住 不是贴到不贴的 何方大 他细菩萨就不可得何方大 死命无生 就是说虚空中的一切 本来无生 虚空中一切上 本来无生 一切死本来无生 这处无生法 那是已经开悟无生法 那是一个菩萨 他不做 也不生气 他一切夹平 就是不再拾法作俗 不再拾理作俗 不再拾理作俗 所以金光经他说 他俗俗 但是应无所俗 因为一切无生 有所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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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不俗 不去俗 死命无生法 忍 忍就是温果的意思 坚定温果 所以这无生法的菩萨 就是阿弥伏地 阿弥伏地 阿弥伏地叫做不退转 这样 齁 他们到处理以上了 处理以上了 所以 所以保测经二十 他说 无生法忍者 一切出法 无生无悶忍果 就是正无生法忍 就特地了解 一切法 本来无生无悶 因为一切法 无生无悶 他的基本本来就稳定掉了 虽然 他的变现一切法 不过无生法是忍 就是他的无生法 就是这个主法的本体 他本来没变 那叫做忍 一切法的本体也没变 他变万象 那叫做无象 但是他真相不变 那叫做忍 真相不变 那叫做忍 稳定掉了 但是米勒菩萨的 向世尊报告了 当时他听了 有目的大书 所说的 这凡得利了 隆重 有两百位的天主 因为这两百位的天主 就是到时得天来 你知道吗 所以他可以给他开始了 开始了 所以有目的出现 跟他讨论这事情 这两百位的天主 听到这些法议之后 有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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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百位的天主 就是未来高属天主 所以他们这些天主 才准在那些世界来 来 寄命的菩萨 所以在这些受到 魏魔忌的影响 所以这两百位的天主 有得开瘀 自生 这就无生 发现 所以 民的菩萨跟说 今天 魏魔忌大师 是这样有追尊的人 有追尊的上人 所以 我不能上人 来去替他 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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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他清安 但是 魏魔忌大师 因为他过去就生佛了 他怎么知道 这一定的法 应该是 文殊菩萨出的 不是 他本身可以代表 了解 不是说 魏魔忌大师 没有这个追尊 他记得 魏魔忌大师 已经生佛 那么 魏魔忌大师 也是金释儒 也都生佛 没有 他就说 他不知道 所以他还在提示 提示 佛党 不是不知道 因为佛党有天干 那里发挥里面 多少人在那里 什么人对答 你知道吗 那都知道 佛党知道 现在魏魔忌大师 那个岛石 里面 有多少人 那是什么菩萨在那里面对答 后面那段的事情都知道 所以 魏力菩萨本身 他提示后 佛党就叫做公严董事 这个公严董事 应该是怎么菩萨 他的法和叫做公严董事 是年轻的 他叫做公严菩萨 这样来说可以 应该是怎么说 应该是菩萨品 所以佛党又复格 就是公严董事 那样 你行瘀 魏魔忌文质 公严得福元 世纯 我不甘任 魏比文质 所以 只好 一年五十 出比亚 离台乘 是 魏魔忌 奉习 五十 魏组 列 二文元 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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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と 最佛 所、是、杜、瓦 現在聽一下 這幾句你們稍微思議一下 在心是杜條 我們知道嗎? 要注意 但沒有在心就不是杜條 在心是杜條 無虛假果 發行是杜條 靈辦事果 心心是杜條 正逆公的果 靈體心是杜條 無策略果 保持是杜條 不夢、不果 世界是杜條 直觀有果 忍力是杜條 無主中性心無愛果 精神是杜條 不太太果 心情是杜條 心條有果 對非是杜條 現見 主法國 主是杜條 頂中性國 逼是杜條 人皮可國 虛是杜條 越後法國 嚇是杜條 情愛斷國 心通是杜條 性就力通國 解脱是杜條 靈背下國 方便是杜條 俗立是杜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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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文是杜條 如文行國 學心是杜條 宣管主法國 三十七篇是杜條 下優位法國 塑體是杜條 不共世間國 這句話我先講一下 率法的人 如果是法非法 這個叫做公世間中性 所以 緊急中性 要解脱 離不開宿體 若是殺在法 離宿體裡 那麼這個叫做公中性 注意 元氣是杜條 無名乃子 路俗 解無神國 受煩惱是杜條 地入食國 中性是杜條 地無誤 一切法 是杜條 地出法空國 行魔是杜條 不輕動國 三解是杜條 無所出國 受煩惱是杜條 無所為國 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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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從 做文字 workout 的幸福 這裡的五百年的天怎麼講, ứ三262ати心 這是五百天主改發аньò哩三喪三破提心 但是以前那兩個天主呢 在無形發音對不對? 天國有聲嗎? 有聲嗎? 沒有聲, 這已經在無形發音了, 這剛才發無上心而已, 不一樣, 了解喔, 自己稍微看, 稍微看, 稍微看, 來,這大八位, 你們的菩薩提示, 我們佛陀還向公研董主說, 你去為無結因處, 向為無結台書跟他問這探案, 還是這個時候的公研董主還向佛陀說, 所以說, 我也不可能感染問這事明, 為什麼原因, 想到以前, 有一個問題, 我要離開屁股離聖, 剛才有為無結台書, 這一次想來這樣, 你說喔, 這是為無結發現的, 他要含什麼時候, 含什麼人說話, 他都很碰巧, 那不是巧喔, 因為一定在前年, 一定要這樣出來, 聽到沒有, 這個佛陀跟為無結, 一個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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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法律要怎麼成立, 什麼人要出現, 在日本經裡面, 所以他提前都破敗出來了, 兩個人提前, 兩尊佛陀都提前破敗出來了, 聽到嗎, 他要出事, 他要入事, 哪有那麼奇怪, 就說, 這批道理要跟他搭我吃, 所以一定要探討這個問題, 當時, 現在這個公鑑黨主說這樣, 整個大師剛才進入誰來, 當時呢, 我就很累, 他招問就對了, 說, 大師, 你是在哪裡來, 大師就跟他說, 他們在哪裡都奇奇怪怪怪的, 在哪裡來, 都說, 我在道場來, 這樣子, 導致是在哪裡, 他說, 我也在哪裡, 對啊, 啊, 現在來, 砸到這門道理了, 哇, 我就臨密的港幣來, 不正在阿spirchchik, 對不對, 然後他跟他答案這樣, 大師就回答說,在心是道中 正這個人喔,如果沒有半點的虛假心 所以說在心是道中 注意喔,發行是道中,就是發心行是菩薩道 必定要實際,去做好的菩薩道的感受 所以說發行是道中 注意這個要提醒自己,看怎麼會來努力這個工作 心裡的人說,唉唷 心是道中,就是發心心願,心未來世 這樣才可以圓圓自離離他的公頂 所以說,心是道中 這樣定義就是道處都道中 記者,那個心的問題喔 破體心是道中,因為破體心是空性的大工喔 所以有破體心自然於平靜心 無我無私形化人間 所以說破體心是道中,這樣人間是道中 人間道處都道中 來,破體心是道中 真實的破體心是由自離心生 是無希望說受非的人會破 所以說破體心是道中 來,視界是道中 解是生就破體的基本 所以可以視情解 這樣才能成熟,一切的道具 所以說視界是道中 忍著是道中,因為忍著忍著 不忍著是道中 無害太心 不斷的努力 這樣才能圓圓獲得地匪 所以說真實是道中 忍著是道中 忍著是道中 有忍著的人 慾心一定雕河優孫啦 那麼怎麼忍著 這個以後有他們才來講 因為這個不是這樣 青菜鵝鵝,青菜公公的 不是這樣 無散亂無夢想 所以說忍著是道中 那麼地匪是道中 有地匪的人 凌屬你的真相 知道一切法的真相 所以說地匪是道中 現在來 所以說呢 一切煩惱是道中 主是道中 是無眾生動的解脱一路 但是呢 一定要玩心平靜 在世動人不分比處 這樣才是真實的大主心 所以說主心平靜是道中 B是道中 B是救伐重生 解脱苦惡 但是呢 救度重生 必領忍著忍著忍著 忍受疲勞 苦惱 應無效果 所以說 B就是道中 那麼 悲是道中 就是對佛法 不斷的勤迫 受心 自然地的內心 悲惡和快樂 你如果是愈受愈煩惱 你就怕不受 受不受 如果沒有就不受了 我們聽不懂 應該愈受愈快樂 愈受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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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症癌的分別, 經過沒有五靈寫、五所寫的接觸, 所以說寫就是特定, 心痛是特定, 因為心痛為瘤痛、性療, 包括天幹痛、天理痛、 宿病痛、他心痛、心軸痛、路心痛等, 處瘤痛有不可思議之妙用, 心中處瘤痛,這顆的情不可得, 這個瘤痛後面就是路心痛和特性, 路心痛比較特性, 剛才那些五種痛, 我多有哪一種? 就是特性的特性在路心痛, 所以說心痛就是特定, 解脱是特定, 因為發生有百解脱, 有名百倍生, 意思是情節無憂, 離瘤痛的心, 這樣才能夠正確解脱, 所以說八、四、五、六、十、 是解脱的道理, 方便是道理, 因為中心的近性佛一, 如果要要中心, 總統可以學會受益, 一定要有方便悔, 形式不一樣的交友, 這樣才能夠破壞一些中心, 所以方便就是道理, 呼籤是道理, 呼籤就是保持愛意, 理行動宿。 依觸出發粒是重心, 這兩次重心受佛一到余, 理受學, 所以說呼籤是道理。 來啊,多問。 多問是道理, 輕問佛一, 是標定形勢的方便, 听这多少内心集中,如果能入灵开放。 入灵通达整理,形式如有标准, 所以说道文就是道典, 我们道文就是重要是这一部分的内容。 佛法标定,听文佛法,我们就可以标定。 我们将来如何形式这个方向, 所以听了多少, 那么内心的集中,应该就如连开放。 开放就是这个开放的集中, 也如可以通达整理, 形式如有标准, 因为如恶如轻,如修就如轻。 如修如轻, 自然它会合佛的标准。 所以说道文就是道典, 佛心是道典, 因为众生心就散乱, 第二少,然宸,然佛。 过于神圓夷 Xbox, по代arti bag. 所以不是說,學心就是道頂 那麼三十七道片是道頂 這個三十七道片是對於世間法優位的賣接 優位法如果沒有優位,我們無法當入列環境就是解法 所以說,三十七道片是優位法的道頂 素貼是道頂,貼是真實的意思 就是上面扣接二體是世間因果的真實意義 那麼別多兩體呢,是出世間因果的真實法 這兩大法義是佛道向眾生率明 所以說,素貼法是道頂 那麼元氣是道頂,因為十二元氣法 所以說,穗明的是眾生長不明,元生作業 第一次未來,性諾病宿 未來,性諾宿不斷,不僅其法 若是生老死無等無人的這個法 就是元氣法 如果靈斷無明,這性宿結束正立反 所以說,元氣法是道頂 那麼主犯鬧是道頂,因為鬧是鬧要不安 鬧是鬧亂心心 所以煩鬧的性是空性 那麼空性是真如實體 所以法法改空 所以不可以說一切煩鬧是道頂 有沒有? 非靈大師說煩鬧是破體嘛,對不對? 煩鬧是空,破體是本空 所以煩鬧破體同一性 我們知道齁,這個就要體會一筆 眾生是道頂,眾生是優情色的生命 那麼這個煩鬧是因緣蘇生的加上 無論是心,是心,都是因緣蘇生法 一切不靈作主 所以說眾生無無是道頂 一切法是道頂,因為一切法就是一切的上 無論是色法,俗法,我我們的心法 法法改是因緣蘇生,幾位因緣蘇生,法法改為空性 一切法是道頂,無的意義就是斷命 將來夭乱和破海 那麼大人生命、大人生命為師母 這剛才... 將來夭乱和破海了齁 這應該是...還有一個師母和一個天母 夭乱心心,將來勝得進修為煩惱母和五運母 所以大名就大生死了 那麼這個叫,破海善逆佛书為天母 主母夭乱心心,二心不動 所以說行母是道頂,三解是道頂 因爲不積有三解,五積無三解 六解、石解、無石解、頂地 是眾生處向著業所生就 那麼這個浴解是包括什麼呢? 浴解是包括六浴天、人甘修羅 還有這個爹到六、貴到特性 這些都做浴解 這個叫五積十幾地 我們沒有來,眾生命理不出向著業者 這有三解性對 所以說三解是道頂 修主方是道頂 因爲修主就是善意 善意一個好,百守為福 佛薩行者必愛實質成就 當正主法真理 才就以性感如來加強於好 道主方法利益眾生 舊無所謂出 從神出手 导如輸出�이 看來不及所有的外道 所以說,輸出方是道頂 舊無造为 與 ф inspiration 你與佛教法真的很大 因為佛地、清盛、萬忘 因爲古打誓十達 輸無為與執法復服法 舊無 foresee 石解有越過 explaining 玉 dieMan 所以說 requirement 選擇是道頂 三名是就是素名名、天安名、露金名、後 就無上滴火通鐵,日前後坐無上來 所以說三名是就是 一念第一切法是就是 來呀石青青,日時上發掘現現 一念接地三千改 所以說一念第一切法是就是 善南主如是令義,上民所率是九法 眾生者,則無菩薩,國眾佛陋相應 就是一切作為基手道俗 德科一講,從道長中來 這位就是這樣,從道長中來 這個德科一講,就是安主財富法中了 為莫結局時就這樣說 所以這位公研黨主聽聽了說 當初有莫結局時,從這位法醫、法藥 講完之後呢,總共有五百位的天人 但無上保體心 因此呢,我沒有到那個階段 不愛他們倆的師父就五百位走在旁邊嘛 五百的天人就隨來去聽 你說那個感動有這麼近 你知道嗎? 本來他們倆是聖母而已 聖母是他們單獨他們兩個人而已 你說他們倆的聖母就知道 這兩個聖母有好的人給我看 就由於我來 由於我來,剛才他講再發餘料 這五百位的天人都在發餘料 無上正經的自己保體心 因此呢,我不聖母問這個講 做這樣 好,來 聖母,聖子,這個佛! 講,這樣子 你行業尼文質 那麼這樣的公 four 董諸是應該未成年的男人 未成年的男人 十九歲 還未逐月 總統叫做董諸 還未成年 那麼出家 還未到二十歲 應該是叫做三名 現在就分別了 那麼這位公諒董諸 應該是在家的吉祀菩薩 這樣 那才有用董諸清佛 他們的頭清落後落到三名 這個所在公諒是在家菩薩 剛才要派在家菩薩去 把在家菩薩問安 他有什麼不教去 那就是孩子而已 不過這個沒有這樣 這段道庭的法庭不能說出來 所以這片的菩薩片 佛道修仙是采憲未在菩薩 這個是出家菩薩 但是這位公諒董諸 一定是一位清香在家菩薩 十九歲就很清香菩薩 那麼其他的經典呢 我是找不到出公諒董諸的一個特別技術 你知道嗎? 因為我都有在對中 像以前那些都印起他們的技術出來 這就沒辦法印出來 那麼這個過敏思議 這樣就可以了解 這位董諸是一位相當有來的性質 這位孩子 那些人 他內飾情法 這樣心功 所以心功 這片三十二重嚴上 所以清這公諒董諸 所以這個公諒董諸 應該外相有得很舒服 因為這個義義用他的內摘 跟他的外相這樣來給他 尊稱他的命好 所以應跟他的內飾情情 跟現三十二重嚴上 應跟這個董諸 是有這樣對 所以佛道向公諒董諸說 你去向大師問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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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跟大師問七 我們七本當然是說去的 七本 說多久了 為何要打拼這麼久 哈哈哈哈 我叫沒有一個要去 第一話就是這樣簡單幾句而已 我們打拼這麼久 為何要打拼這麼久 還派沒有一個人去 竟然董諸別的福音 小層 我不甘認了這個疾夢 所以叫喉意忍無散 出鼻子裡帶聲是為無結 奉一聲 我叫為俗列藝文言 吉書中和梢來 但五言、五種道場來 五文道場前 和梢是 來 那麼現在叫做道長,我們對道長先說 這個道長就是化石度人之所 所以這個地方叫做道長 我們這個地方怎麼可以叫做道長 但是不是這樣而已 化石度人之所,共佛學道修道之處 道長的作用是這樣 科學道之處 在無定處,無固定所在 所以經常有說過,心情無處不道長 這句話我們就了解 心是清清,沒有一個所在,不是他的道長 所以共佛學道修,他說道長何所思 道長是在這裡比較勝道長 這句話 這句話就說道長是在這裡比較勝道長 所以言過就有意了 但是台書,因為這句話 共佛學道主有相當在這裡比較勝利 這樣刺濺 聽到嗎?這是一句刺濺的話 你們看好嗎? 佛書時,道長是對的比較叫道長 你給他想看看 這共佛學道主如果沒有相當在這裡,他不會反應是這樣 他在道長來,你說道長是對的比較勝道長 這個叫做言過優異 但是,台書和共佛學道主的心意 因此跟展開三十三種 就像相關的實質法義,做民生的水平 經文雖然有水平共佛學道主清不靈性的理由 但是如果共佛學道主是一位普通的材質技術 但是我主委會記住,就沒有跟他勒在菩薩品裡面 這是我之前看的 絕對不會跟他勒在菩薩品 所以他也明睹探偏文章 典開法規空力的謙虛 他在文書處理為修 所以我想這個公佛學道主 他過去的內力有什麼相當的高強 你知道嗎? 相當的親吻 所以他跟四聲,他不能勝任 所以明明就以前受過教育的經過 所以這個 文謀結基數第一條就說直心 聽到嗎? 學復的人先學到直心 不可以氣氣氣氣氣氣氣 主委,圓曲是體育喔 直心是改團 你們要注意這點道理 你們的心如果是圓局 就是絕對有問題 但是如果是有症,這個心絕對清淨 直心才會解脫 如果是圓局的心絕對黑暗 所以黑暗一定對著三目度 所以主委不用想過激怨 不用想過激怨 不用想過黑白完全 所以這個優管 所以這個優管 直心是道庭無虛加果 就是這本經典的頭前佛國片 佛道為中央主保責 就有跟他講過了 直心是菩薩的靜土嘛 有沒有? 應該會記得 印象又講清白對齁 因為法義時代已經有跟我們上世講過 我們現在再做一個補分的補充 對一個行者來說 就是說我們大家就對了 我和主委 因為我們都無心要學佛 所以我們就是一個 我們像菩薩行者 對一個行者來說 直心很重要 所以直心是很重要 學佛的人 他跟基因說 直心是菩薩的靜土 直心是道庭 這樣你看看 正直心多重要 齁 所以靈驗經管他講這樣 這句話 之前沒有說到 現在又補充 十方如來 當一度過 出二生事 改意直心 這個就是說 十方三世一世佛 驚鋼一條路 我們知道齁 驚鋼一條路是甚麼 這條路就是要處理生事 他們都用驚直心這條路 無直心 不可以生就這樣 就住三秒三保天 所以我們如果是從法義上 來給他了解齁 這個直心就說無虛假 無虛假的心 所以如果無虛假的心 就是清楚 因為無虛假的心 就是清淨心 所以疏心是清淨心 所以不可以說心情 就是佛陀現 以前說過了 所以無虛假的心 便是清淨 也是清淨 也是清淨 再來齁 心做清淨 先清淨 讓你的心 先生為清淨 這樣來就能做為清淨 但是要怎麼用 才能做到 就能做到清淨 一定要從無虛假的心 來完成 這樣 是因為過去問白 齁 人家說虛假的 白白白白白 亂來 還暗黠 暗黠自己 這都是虛假的心 齁 所以清淨 虛假的心 不要騙自己 你若用白白白 第一點 你就是生自棋 對不對 自萬自棋 騙自己 又欺負自己 相害是相相害 就算 虛假的心 就是相相害自己 現在要注意 齁 所以呢 生中虛假的心 來完成 到將來 心靜敵不偏 所以三中有一句話 有一句話 有句話說 平常心是道 還有一句話說 在心是道 就差不多這個 齁 所以現實在心 跟平常心 就是實質質質的得力 才能成就 若不然 你又如何 因為收到 收不到 收不到 要很注意 所以經典中有說過 這個境界不是凡夫行 非凡夫行 非凡夫行 非性現行 是菩薩行 不是一般的性現 說它就有這個平常心 跟這個正直心 會在前後 所以 所以 注意一定要生路心 打破 一些虛心 面對中心 面對法意 都絕對不能用虛假心 但是這個 直心 在非凡代書的法意裡面 它做一個很好的主席 它說這樣 現在這個法意先念一下 心平和柳七改 行叮 那是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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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叮 改一下 直接的 行叮 行叮 合用 修善 因此好用 付表 二 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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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有一段 沒寻 所以 點點點點 改革必勝地非 佛地 磊心 非善 日用 相行 教育 生得非有 西前 佛提 地向 心立 佛路 向我 求善 天算 遺處 修行 天動 地在目前 天動是說公明的意思 如果有人問我 因為我現在很注重改革 對不對 很注重改革 有人靠近說 師父 你都說改革 那種改革 人們非能改革 師父 說心平和樂之改 我問你 你什麼人 他說 我都聽你這個改革 你不要問我什麼人 他說你常常說改革 不過有兩個大師傅會說這樣 我跟他問你 你心怎麼平 聽到嗎 我說聽到嗎 他說這樣 他說你心平 聽到嗎 聽到嗎 四次就為了心平 聽到嗎 四次是為了要心平 我說你怎麼心平 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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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心平 不用四次 因為心平 就要四次 心平 沒有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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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四次 一步四次 就是要完成 不需要四次 要記住了 要記住了 所以不可以抓一個 我會說不需要時間 不過你心平 要不要 只要不可以自己 矛盾自己 我問一個順序 我會放下去 不可以再講 不可以再講 說你心平 來 學法修善 他既然有一個法 叫做相定 叫做相定 但是相定 有什麼 因為我們人 一般 是內心很普通 很重 所以這個行為 不能靜定 所以今天 我有跟你說過 機關的重要 就是要讓我們的心 那個心 那個心 不要亂普通 讓我們的心 跟心形的中 心 如果不平 形就得到 但是心不平 絕對形不得到 你自己想 因為這個心 就是心形 這個形 就是動作 所以有心平 比較有這個形 為上的正直 不可以說 形直就不需要修善 不過修善 是為到形直 要了解這點吧 所以 這個 有保理 就問佛德 說 麥菩薩 為什麼說 現在來就是要做佛 他也沒有去修善定 知道嗎 他就不需要 他就心得病 心得病 要修善定 了解嗎 但是要修善定 我們也要為到什麼 要知道 為到形直 行為健康 我們人的心念 浪動 所以行為不健康 所以修善定 就是要讓我們的行為健康 注意 如果要修善定 人家說來坐 來坐 要坐 要做什麼 意思在這裡 一定要知道 所以這句話就說 行直 好用修善 這是對 因為我們現在是去說這個什麼 說這個 敵心是特定的 現在來 什麼叫做音 我們人眾生最大的音 就是白霧 尤其是一個 修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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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政治正經的修善 我告訴你 對白霧更嚴重 更嚴重 我沒有騙你 那個修善 要把你們從事 給你們家來改動 你會想說 那個不是白霧 那個是雙肉的音 你怎麼了解 所以一個地主 如果是無尊修善定 實在是真不對 你怎麼知道 你真的要了解 所以這個音 要怎麼報答音 如果是說依白霧 我來講 就要好用修善 至於要好用修善 在三部裡面 我們是三部外的眾生 不是三部外的地主 你怎麼了解 你們自己考慮一下 對白霧看什麼 對書中看什麼 你看看 那麼什麼叫忌呢 因為這個忌 就是忌 就是中節的意思 輝靈大師 他叫說 兵管阿甲 雙林 就是修照顧 齁 那個林 就是照顧 意思 那麼什麼叫忠呢 忠就是修善 修善 修善 就是說 尊 如果叫尊來講 就是中輩 比就是阿輩 這個忠就是 什麼呢 忠比好目 一定要好相忠 絕對不可以用一個 威風 說我是爸爸 我是媽媽 你是我的女兒 你是我的兒子 我要跟你安裝 就要安裝 你是我的阿輩 要跟你安裝 就要這樣 不是這樣 他說好目 好目 就是說 大家一定要好相處的意思 這樣叫做妞 那麼什麼叫妞 忠呢 忠就是說 如果有不好的事情 不可以再說來說去 那個無損 就說不可以再說來說去 就是說 你的臨近的人 你的臭臨 你的俗心心的人 有不對 你不可以再跟選擁 這樣叫做忠 你們的阿輩 逃風疼 沒對 自己五歲的人 就逃風疼 請問一下 那便沒進 記住 來喔 下面這幾句 改革必勝地肥 齁 你若是知道說 人家的不對 你貼貼參會 那個業種若是消 地肥一定生 但是不是參會而已 其次要被改 參會之後 不可以再去不對 因為不對 他又懵貼啦 聽不懂嗎? 不懂就再忘了 所以如果是可以改革前線 這樣這個人絕對有貴婦 會生的貴婦 再來這條就說 佛帝心來悔嫌 怎麼叫佛帝呢? 主人如果是有不懂 就自圓其所 聽不懂? 自圓其所不懂嗎? 這句話 就自己說很多理由 說我是怎麼開始不懂 或是因為什麼人告訴我 或是怎樣? 通常別人的事情 自己都沒有在太減逃 這個叫做佛帝 但是這種人絕對不是現實 他更厲害就不是現 會記住 更厲害 他就沒有現 那麼他就說 日雍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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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 生都非有時前 日雍雍雍雍雍雍雍 比較接著做優惡中心的工作 但是呢 將來要生過 不是只有保持錢而已 保持錢 不是啦 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不是只有保持錢而已 齁 因為撲到米 很多 很好做的 那麼呢 撲到鄉心去找 不是鄉外求 所以他一句說 撲到鄉外求現 不必說來去外面說求什麼 叫做善妙的道理 不必這樣 你自己進去淨化 進去心 向心進去收 進去求 齁 所以他說 聽算 依處受行 天董 地在目前 你如果可以 照坦白說的 才爲 進去受行 那麼公平的心 要奉上證討 那麼這個只有在目中證 不太遠 不是二十萬八千里 聽不懂 這樣而已 這樣就涵蓋一切了 這幾句話就好了 齁 他這在說這樣 不過反覆有的眾生 齁 要怎麼他來解決這個欲結的惠伯呢 齁 譬如說在心是道庭 在心 合用 心病合用 使命的形態 合用 修閃這樣 今天我們大家都反覆 有的眾生 都去 浴浴 白條類 但是要怎麼會完成正直 跟無非家 是一個 當然要在這個細緣的生活中 我們今天每一天的生活 一定要下到正理啦 自己下去反省檢討 看我們的日常生活 像的機智行動 齁 齁 國人兵商時的機智行動 齁 有那個有沒有 有正直有沒有 今天你去講話 你講話 對也沒對 你去吃飯正直又不正直 你今天去國中的這個行主做午 正直又不正直 這個你就要正直 如果有正直 來就比較不會歪曲 如果今天呢 你上的生活 目前的機智行動 你自己做什麼不知道 這樣就是要不會有水準 這樣你還會做 齁 齁 所以呢 我們現在在說 社員的生活中 合適實上的正理 不可以 但是要怎麼用標準出來 我現在跟我們說 你要有正直 要怎麼正直 所以現在下面就是要跟我們說 一檔目的水準 提示中心的補完形 水準形 無所求形 和清法形 這樣 用這四點來做標準 來形容 還要來注意 我們是上生或上生 是不是有一個健康性 那麼這四點就後話比較講 好